这个分心还挺不容易 分心不容易 但是球迷需要 需要咱们在跟他一边看球的时候有一种沟通 对 就是看看有什么问题吧 好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这边是孙同林 还有应该是陶汉林中圈跳球 山东队拿到了第一波球权 莫泰一上来自己运球供 两个队都有非常高大的阵容 因为山东也是赢了广东队 他们其实士气是非常旺的 对 好球 这球陶汉林空切到篮下 是制造了孙同林的犯规 新疆队这边孙同林在第一位的侧影球 一直是他们练习的一个战术 所以看看今天是不是能够 一是把球攻到孙同林这边来 另外一个其他队员在他身边这个跑动 是不是能够获得机会 陶汉林的第一阀不动 这个陶汉林 孙同林 这哥俩呢也是 一直是这个 当年范冰知道 这一届国奥队里边的球员 那届里还有克兰 哇 盆场的练子 哇 这一招新鲜啊 可能新疆队不一定想得到 对 绕鱼掩护 亚章斯给篮下 给出来第一脚这边可篮的机会 压哨命中 还是很耐心 这个两次遭遇包家还能传球 关键是吸热这一点 其实吸热呢可以拿起来投了 他本人呢也是一个投篮高手 但是没有参攻 第一位莫泰打于长洞 这是一个 就是等他转过身来以后 协防上来断球 哇 快攻 这就是李出平指导压的效果 对 山东队呢这一次退防没有处理好 我觉得他是被抢贯的球 肯定是属于被动状态 对 还是第一位 这边新疆队呢依然是手艺联防 内线太拥挤了 对 他现在打的有些 就是按程序的话 我山东队内线强 我就从强开始打 过来亚章斯的三分球不中 篮板球拼抢下来呢 还是山东队后掌球 西渊这一下给他疏风 两个失误了啊 被断了两次了 对 接下来打什么 对 看看不要打中锋这个位置了 小冰撤步中距离 这球头一过墙 准备有水染防 打开之后给篮下 孙中林想直接拔起来攻陶汉林不好打 孙中林呢 他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高位 在高位的这个球 这个船突头都是比较好 尤其是船和头一下 对 底线球 犯规了 小冰这一下不应该让可兰这么轻松的切进去 这个底线球啊是 其实防的一方啊是很被动的 嗯 但是你只要警惕就可以 他认为自己切了球了 盼了打手犯规 对 但是本身的这种球你就是说 嗯 切得再干净了 也是你防守上一个失误造成的这种局面 对 克兰啊确实以身作则啊上来作为队长啊 在这种球呢最难打的就是开局 对 开局决定了后面的走向 嗯 因为他们是属于落势一方 人是人找 单外人 现在双方都是单外人开局的时候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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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加击啊 还有攻球 哦 哦 这一下应该是山东队里边没想到的 对 就跟刚才山东去全场联防一样 对 就是双方都使了一些 你可能在这个阶段不大会使的这个招数 没错 直接造成了一个失误 强民起到高位 熄热 比较没头 这么近呢 哦 山东队的内线防得不好啊 对 熄热今天主着后卫 熄热 熄热 这个球在打不定 山东队就是要叫暂停了 哦 进攻犯规 吹了莫泰一个移动掩护的犯规 山东队上来还没有运动战得分 嗯 这个球是动作比较明显 对 小刀斯 这边熄热自己来一个 没有 看下速度有没有啊 打反击速度 哇 自己来 莫泰 2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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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高 一条龙 就是一条巨龙 不是他这个手 手感真是好 嗯 其实新疆队呢往回退防的球员 已经把这个往里切的路线 应该于长洞啊 嗯 往里切的路线已经都封锁了 对 叔啊 就是说是这个新规则的时候 嗯 就是如果哥以前遇到这种情况 直接拉下来 能防下来 就防一看 哇 你这在起势的时候 先占入犯规了 但是现在不允许那样的占入犯规 对 加伐一命中 这球呢帮助山东队这边 嗯 稍微的把局势稳定了一下 他们开场以后只通过伐球拿了一分 一脚 稀热晃起来 找一找节奏 好球 三分命中 真是热 他这个开局啊 确实非常注重那个外线的传导和出手 里边 小丁 可兰方小丁 撤步 小丁 二加一 我这球近了 我都在看那个小丁有没有那个崴脚啊 类似于这种情况 稀热其实过来这一下有点 多余 对 没必要 因为小丁这个空间已经是闪出来了 能力啊 嗯 你看他的协防的时候这一下啊 嗯 这边宇航的这个现在投篮能力确实是强 那厉害 他这个就是核心力量哈了以后啊 嗯 对抗吃得上劲了以后啊 他即使受到一些外部的干扰啊 对 对抗 他手上不会受太大影响 嗯 这就是球星所具有的实力 对 这球一进呢 山东队连续两个二加一分差缩小到五分 那回来还得防住 亚当斯给出来余长洞外线三分球 扣好球 啊 赞平我觉得应该啊 你看 现在那个 就是新疆队他得分都不是靠外人 没错 没有让亚当斯在那拿着球一个人 认半天 对 虽然外线 这个应该自己是不攻啊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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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 这个莫泰跟那儿起点急了 对 这时候双方要正位置的身体接触非常多 动作都有点大 那这个 莫泰有点急 你看这样 对不好 因为现在山东队呢需要一个心态 因为他现在是落后 嗯 秦江队 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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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 强攻 输了 莫泰其实挺想打好的 你看看 整个从刚才一条龙 到现在就是跟人争来争去争位置 然后呢 现在拿着球打 但是怕过游不及 对 你前面防的这个余昌洞防的也好 亚当斯的抛头 好球 两分游了 其实我觉得刚才的死球 有两次机会 山东队是可以叫暂停的 对 因为最怕山东队呢 他自己的心态失衡 主要是落后的时候呢 自己连打两个二加一 所以没叫 这个亚当斯的抛头之后呢 这个山东队请求暂停了 今天一上来呢 山东队里边打得不是太顺利 但是新疆队呢 给人感觉就是和很多呀 就是他们可能没有那么重视的比赛是不一样 我觉得他打得有点像可兰赛前 接受月子采访那种 说的准备得非常充分 很充分 就是以往呢打一些可能实力不是很强的球队 一上来亚当斯这一点 当当外边瞎扔 扔个三四个 可能进来啊 然后其他队员才有机会 而今天一上来呢 全队都是在一套这个 统一的思想 那山东队里边苏老师 您觉得就是说这个暂停 应该回来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调整 先把心态稳下来 因为我们刚才着重强调的是新疆队在缺了两名重要球员之后的心态 其实这个双方一开始他用的是都是规则 不是说要你这个单外员 而是选各自选择单外员 那么第一节是看不出来双方实力上的差别的 对吧 这时候新疆队准备比你好 那么山东队 你带着一个对方缺了一个人的状态心态去打就不行 所以呢 现在要先把墨泰他们那个心态先沉下来 知道我们是有优势的 我们打我们优势点 你上来优势点没打出来 所以呢 现在要 我觉得更多的先把球给到小丁那儿 或者给到那个 现在上了这个了 小的了 劳森一上来 我觉得可能局面上会有所改观 有一个好的核心后卫呢 战术的发动 会更加有序 这节比赛新疆队犯规比较多呀 已经五次了 对 这个就是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劳森 接下来犯规就要罚球了 对 底线里边虽然的攻切好球 挺好的一个 擦板抛头 我觉得就这个 就是效果就跟刚才新疆打山东一样 嗯 就是很耐心在传导球 对 找到最合适投篮那个人 找到最合适投篮那个人 现在盖亚当斯攻了 哎被盖掉了 时间 对不对啊 因为没有投篮 这下是没有沾框 所以 只有四秒钟 对 亚当斯好球啊 啊 这边补得更及时 嗯 团子漂亮 底线的可兰白克的一个横动 山东队 山东队刚才呢 在篮下应该是贾城 对 给了可兰一记大帽 现在贾城呢 也是获得了比较多的时间 他们内线的人是真多呀 嗯 新疆队内线是换上了 苏敏扬 嗯 但这也是在 激发当中 对 那这样突分给外线 这球踩线了 应该是新疆走 陶安林把球碰出了底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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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利用掩护 突分给外线 团 啊 这一下呢 其实小金的位置站得很好 看亚当斯 哎呦 漂亮 太难了哈 在空中横着大拉杆 吹人了 新疆队一定要注意啊 这节比赛犯规太多了 这砸球了吧 如果是五次的话 这刚才亚当斯的球 这球太漂亮了 难啊 就是两个大个中间穿越过去 这种球乔丹动 就像那个 那时候在 张家界 飞跃这个天文洞 那个飞机 哈哈 真是惊险啊 对 三中队呢 其实最后的这个半截球时间啊 嗯 可以多利用对方犯规多的这个情况 对 就是你要打得兴一点 有球无球犯规都得罚球了 所以这就是咱们说篮球场上可持续性发展啊 你现在占优势领先了8分 但是你犯规太多 你现在占优势领先了8分 提高位 孙中林和孙明杨搭档的内线 这运动能力稍微差 没打出战术来 啊 篮板 这就是他们赛前强调的篮板球 对 新疆队把篮板球拿下来 正面的电宇航在防亚当斯 亚当斯再出来 看底脚可拦的三分球 没有 又是篮板 这就是下前强调的这些东西 哎 亚当斯这一点空了 我觉得这万线投的不好 对 今天亚当斯不准 一传速度很快 好球 曹寒林 这个呢 我觉得新疆队已经尽了全力了 就是那个谁啊 嗯 亚当斯拦二没打开 三中队抓住这个机会 现在打反击 而且比分破进那边就6分了 对 推五 不行没接好 要不然直接转 有祸 这个是想造一个犯规没造着啊 出界了 来防守完全 防守 防守 哇 劳森 对 劳森不会强打 给出来 哎呦 哇 难打 看一进攻犯规 进攻犯规 两边第一节比赛犯规都挺多的 山东队也是四次了 对 对 对球打得不明确 就是你要是出机会外部投就投 要不然的你杀伤的更坚决一点 出来大个儿延误吸热处理球 这是他的一个战术 就是让这个孙空凌在这边当枢纽 对 看可兰 黄起 小敌人位置没失 嗯 24秒 嗯 现在就是 新疆对处于一种这么一种状态 就是亚当斯知道自己不能够包办一切 对 传球 但是当传到别的点的时候 都在 啊 想啊 找一个更好的点 但是往往这个更好的点没找出来 哎 哎 劳森那球失误了 哎 这球好球 但是中路有没有人跟进 亚当斯漂亮 2加1 啊 这是贾成没有经验了 对 嗯 嗯 他们已经抢好的非常好的有力位置 尤其是把吸热的低一点小兵控制住了 但是这个说实话也没辙 亚当斯能力太强啊 嗯 贾成作为一个大个儿球员 他就跳早了 嗯 作为大个儿球员往上赢 亚当斯这个 哎 李根要上 李根上了 刚才呢很多朋友问说 李根怎么没上啊 李根现在就作为第六人 他第六人 对 然后 阿卜杀拉姆应该是当外援打的 对 就是当外援用的 啊 嗯 而李根上来之后 其实他的第一位进攻啊 应该是新疆队一个挺重要的武器 今天这场球是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小诸葛呀 嗯 呃 持成江湖几十年的小诸葛李秋平 他在人员极为短缺的情况下 如何来应付这场面 对 因为山东队啊 他是顶级强队 还不如一般的球队 嗯 这个球新疆要打得很耐心才能够守住住他 哎 哎呀他球丢的 来了 哇今天这个山东的失误有点多呀 嗯 呃 球呢 就是打得还不是很明确 有优点 有强点 也没有给到 对 对 从内线孙朝凌侧应给西尔利江 好球 外线亚当斯晃起来 再来 他一直在找手感没找着 对 第一节三个球确实投的不好 哎 里头孙明杨想赶紧退防 所以这个 动作稍微大了一点 山东队刚才内线上无科了 嗯 嗯 他内线的轮换的人太多了 对 他一般用的就是那几个就是 莫泰 然后陶汉林 加长无科这四个人 来回来回 一般有三个人 就够了 嗯 但是他还可以轮换出更多的形式 嗯 老三第一罚命中 山东队需要有耐心 因为他们这一节 人员上是没有任何优势的 就是我 我只是我有一个外援 你别也有一个外援 嗯 但是到了第二阶开始 他有双外援 那才是他们的文员上的优势体现出来 嗯 看新疆队这边上里根之后啊 球能不能到里根的手里 对 里根也是那三分和低位都能打 对 船 船打得快 对打得要快 里根突破 这球 哎 西热这边呢 山东队防守补过来这球员很及时 嗯 我觉得 劳森转换 好球 小丁来了 过 被传给劳森 这么一个球 好球 就是小丁是这么一个球开局啊 第一节比赛 在电宇航那边好像个人进攻欲望不强啊 就是投了一个过桥 三木战 不是有一个二加一 有一个二加一 对 好 12月8日的晚上呢 会为大家带来上海哔哩哔哩对阵江苏队的比赛 上海队呢最近一段时间也是有点不顺 嗯 投的巨顺的比赛赢不了 投的不顺的比赛也赢不了 还是一个就是过于重心在外援身上 第二个就是他的防守 对 这个队是有大个超大个 就是张兆旭 张兆旭 他感觉就是像今年的影员啊 嗯 其实这个 董汉林还行 对 他因为走了刘潇雨这个是罗汉 罗岸琛 罗岸琛是顶上刘潇雨这个 刘潇雨这个是国内一线 就是数得着前几位的空位 这边山东队呢又是一次断球 看劳森或滑倒了 虽然出来给劳森45度瞄一下 他越瞄越滚 管了真的是按节奏走还不一样呢 对 陶汉林在场上非常积极啊 好球 两个大个之间的快攻配合 今天呢 我觉得第一届比赛是属于这个新疆队的 他们做的更好的准备 他们在这个篮板球 在外线投篮 攻准转换上 三环节做得非常好 对 看来小定来了啊 天宇航的急停中距离没有 篮板球被西日离江南道 这篮板球 这个反击打的 转换 又差点造成这个二加一 就是山东队显得在新疆队这样的一个阵容面前 准备不足的样子 其实啊新疆队里边就算是全滑班 当然就是王子瑞啊 对 就算是全滑班他也挺强 因为在这个亚冠的比赛里边呢 我是见识过 鸭冠比赛不拉切也是有时候打有时候不打 那个李秋冰知道有时候用全滑班王子瑞 希热 可兰 然后阿卜沙拉木内线呢 占一个 于长洞 或者说占一个这个孙同林 对 那个阵容也挺强的 现在上这个老同志张春军 嗯 张春军是一个能里能外的一个全能型的前锋 对 直接换防到那去了 老孙 吸引了三个人的防守 希热现在两个犯规了啊 哎 今天呢 技术统计又属于没有开启 所以我们只能凭印象 希热是有两个犯规 嗯 三个了 嗯 三个了 嗯 就是刚才可能有一次那个叫什么也判他 就是双方犯规 对 希热现在这个三次犯规啊挺要命 嗯 嗯 但是他开局那一下挺狠的啊 我觉得就是老就是老队员嘛 对 他那俩助攻漂亮 对能震得住场 我觉得这是一个 张景鹏来了 对张景鹏上一场也拿了12分 对 张景鹏呢换下了丁燕宇航 张景鹏也是在职业生涯中短暂的在新疆队效力过 对 彪哥啊 嗯 这是山东队大家都很喜欢他 老队员 彪哥元家 好 得 噓 烓 化 裡 他自己在地上倒在地上了 无意当中把人扮倒了 小成也是俩犯规了 然后球迷弹幕里说三中队孙杰和王刚 孙杰现在已经是去青岛队 这都是看球迷有年头的球迷 尔当斯第一阀命中 他第一阶三分没开 对 他扔了好多个 我就是记不住了 他这里是统计不开的话 就不能确切地说 两阀全中 接着火人 阿布图沙拉姆上场 其实专门剃一头 真的是以外援阿布的身份上场 他是最后一个登场的相当于 在这个他的板凳的人上 但是可能是最重要的 对 张姓鹏把球给内线 连防 收好收 看你 投篮了 看 没有再转 劳森这边 就是看篮 外线的三分球短了 你没有篮就不行 这个节奏其实挺好啊 对 阿布图沙拉姆 阿布图沙拉姆 转身 中距离好球 难度很高啊 这几个脚步你看 啊 他可是微波炉啊上来啊 老三撤步中距离 没有 不准呢 咱们就打出来呢 还是新疆队把球权拿到 哎 有犯规嫌疑 没想上 哎哎嘿 运多了运多了 这次呢 直接把人过掉 前两次还是得手的 这一次没有了 他要单打 虽然是把球打到低位 但是如果让低位单打的话 这个效果不好 现在场上我觉得 其实这段时间 刚才应该以劳森为主啊 嗯 9秒钟 他现在头那一下 这节奏 哎 哎呀哎呀没了 雅当斯 最后两秒 给孙明杨中距离 好球 压烧命中 那这样的第一节比赛 第二节比赛 看一下啊 现在这个新疆队呢 已经是领先到了11分了 啊山东队现在 也是他的一个轮换阵容 双卖元 哎又失误了 今天那么失误太多了 雅当斯啊 一个倒地扑就 对 山东队的失误已经到了9个了 真是无法想象啊 雅当斯 现在技术统计终于出来了 第一节他们8次失误 嗯啊这个是太多了 一般来说到5次就已经是极限 对 然后新疆队的抢断 今天一共有6次第一节 对 加上这一次是7次 对 好 那我掌抢之后呢 呢 劳森大范围转移这球被阿卜沙拉姆识破了 碰出了底线 这就是双外圆对单外圆的时候呢 他要利用他双外圆的这个优势 要能够打出一些来 因为现在的丁燕宇航在下面休息 所以一定要以双外圆为主 给地位 收缩传球 没有找到投篮点 好球 就是脚踢球尾力 这要回14秒 如果只是出界呢 它是3秒 三分第一击 还是想打内线 莫泰 那传内的球打得特别多 2加1 对 打了好几次内传内 反正山东队这边呢倒是也 不太顾忌说内线防守这么密集 对 这是莫泰一个第一手传球 他现在什么样外线没打开 嗯 他往外传来也不用 所以就是索性就是要迎难而上 啊 山东队的外线今天四中一三分球 嗯 所以他就是没有把握 他就不敢往外传来 对 这个越瘦越小 贾城呢 加法也命中 哇 哎 这球船的有点 分打一 太随意了呀 盖上球 新疆队现在在场上有里根和阿卜杀拉姆 两个可以在低位进行进攻的球员 没有给他们制造这种这个接球进攻的战术 来了 给了 形成错位了啊 他打这个 看球 直接在线亚当斯迎着两个防守球员打进 三加一 三加一 嗯 这可是前面他的手感也不好啊 嗯 真是 赶投 他什么时候都赶投 但是他今天我觉得还是刻意控制的 嗯 前面呢 四中零 他投了比较集中 然后他就不乱投了 这一次是 不是怎么突然又想起来 在人堆里头来一个 他打球就是完全是赶 感觉我感觉我要投三分球了 我要进 对感觉我这球可以突破了 这一下又十分了 嗯 还是要打低位球 莫泰大粉转一 那就是他的点不是个三分点 对停球了 你总不能让那个 脫 莫泰自己拿回来 故意传 这样啊 五秒钟 好球 哎呦漂亮 没传好 张中军拿到球的时候是一个在西部以下的球 嗯 要再处理啊 前面全是防守 对 哇 这防守比较轻 张军拿到球 甲档斯 再转 哇 这球传得漂亮 哎 判推人犯规 嗯 从 说内线的人的储备来讲啊 山东肯定是战阱的 但是没拥到位 对 没拥到位 就是他今天呢 就是用甲城和吴柯作为内线的轮换 嗯 因为咱们不知道队里的情况 对 如果按照他刚才打那个战术 我在场上站一个潘亭 可能效果是更好一点 规矩更大 都是两个大个都在来一下 对 你正常一个内一个外 拉出来一个 拉出来一个 至少说有中头 对 你应该这样 刚才呢 不是说不能内战 就是内船内啊 就是他打了太多次 内船内 都在篮下 那么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变化 好 大西哥给讲讲 那是 老大哥 那他可是更意识领袖啊 十分的分差 我觉得这比赛挺精彩的 就是山东队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 导致双方的比分 反而倒置了 就是说 那些人员强的 反而落后十分 对 所以充满了悬念 对 对新疆队这边啊 就是他即便说全滑班 其实也不错 也挺强的 对 可兰中距离 篮板球又被新疆队拿到了 下面呢被虽然掏掉 但是新冰阳也是抢着篮板球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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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泰这球啊 篮板后边了 也可惜啊 没吹没响 没吹 分手转换 三打零 这下 他他是来一个 对 哇 莫泰今天带着点心事给他打 有点小情绪 有点情绪 刚才在这上篮上可拦棒了之后 就不开心了 那肯定是 你看就找裁判去了 新疆队这边是里根控球过半场啊 然后再交给亚当孙 不 虽然这边贴得很近啊 这死脚不要停下来啊 这个真要人上来这个包夹呀 你就没办法 我又来一个 两张孙 我又转换 劳森 中距离 没有 看这篮本球拼强 还是新疆队打倒了 我这球啊 还是得上丁宜航那走走 对 是吧 荷兰的中距离 没有 你不得老让他今儿反跑啊 对 我又转换 丁宇航 万线三分九 漂亮 三分名众 你看这情况就不一样了 差五分了 他有能力 对对对对对吧 这墙点搁那不用 好像小丁这个今天一上来啊 没怎么样 后发之人是吧 嗯 这是一贯作风性的 他喜欢往后后面后发之人 第一位余长洞 给出来看可莱这球彩线了 这是一个长两分 远距离两分球 新疆队真的是人人拼命啊 到现在还能够维持刚才两位数 现在是七分 又打一五 这个失误不要太多 还是失误 这球新疆队并没有碰到 才发现是吹罚新疆队后场球 生疆队是把陶汉林重新换回场上 贾成反正在这段时间 除了打成一二加一之外 没有太多的表现 他就是让他在场上 外线那个点没打开 让他拉开 他没拉开 这个是挺可惜的 有丁带着内线 漂亮 好球 这是今天山东队打的为数不多的 就是团队配合出来一个机会 他们的战术起来 直接给他低位一打一 这个太多了 对 是吧 你站在那一打一 所有人站着看 然后跑得无球没有 陶汉林上来之后 增加一个内线 可以往篮下去空切的点 对 因为他呢 其实在低位持球打 也不是特点 不是他的这个长项 对 他得跑动起来 这个优势 他是要在这个二次进攻 抢篮本球挡拆 往里头顺 那个威力比较大 对 而且陶汉林上来之后 墨泰的位置可以更偏外一些 因为墨泰是有这个 中转距离攻击能力的球员 好 两阀一中 虽然来 从线队的这个亚当势 比方说防亚当势 还真是虽然 里根 中距离 这边里根机会不多 对 看一下当斯外线 接球就投 哇 你看两个人 对 新疆队今天篮板球 是抢的真积极啊 同时上队强 是吧 对 就是 131 走的是中间中锋 打脸了 打脸了 这犯规 这个山东队如果这么打呢 上半场要 就这么过去了 不好了 这本来觉得呀 新疆队这边内线的运动能力 其实不强 因为他内线都是体重比较 比较大的内线 但是一个小前锋跟一个内线 去冲响篮板球 对于山东队里边后场篮板球 保护威胁很大 两边呢 还是在对刚才这个篮板球的冲响 跟裁判的这个商量一下规则啊 其实也就是在给试点压力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其实这个裁判的压力也比较大 在布拉切你看啊就是体重超标啊 给他带来的非常大的压力 对 受伤啊什么跟这个都会有关系的 嗯 他没有准备好就等于新疆队这个赛子没准备好 对 但是据我所知新疆队没打上要换大弯 因为就换过一次了 嗯 嗯 希望他能够把这个体重减下来 走地儿 啊 你跟来防 正面单打急停跳投三分球 这球不中 中间在一边 还是没有啊 篮板球 哎呀都没抢到 对 看这边新疆队的反击 哎 哎怎么会差去了这么一个错 啊被虽然切掉了这球 来啊 可惜啊没有 篮板 三 呃 重新拿回来 哎犯规了 这段时间打得比较混乱啊 刚才亚当斯这个球没有采取全球三打一的球 亚当斯是直接上 嗯 其实三打一怎么传都行 对 虽然人手也够快 嗯 现在亚当斯是7中1的三分 15分在手 嗯 他的速度冲击力啊 确实是有压力的 看力跟 好球 跟进的三分球命中 又叫了 就是山东队今天叫了第二次暂停 还是11分的分差 第二节比赛呢 还有5分58秒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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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节比赛的山东队是落后11分 打到目前为止第二节打了半节仍然落后11分 这个就可能和他们的赛前预想不太一致了 因为毕竟你在第二节是有双外援的 莫泰和劳森双双在场上 但是苏老师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这两名球员今天不知道是状态还是说球队的安排 叫尼尔 打得比较尼尔 尤其是球不在劳森手里 或者在劳森手里他采取的一些方式不像我们想象的 他跟丁雁宇航那儿也没有太多的联系 反而丁雁宇航一个背传给他进了一个三分 对 是吧 就是我觉得没有把他们的优势放在一起 形成合力也挺难的 好球 三分命中 前面两次出手都没进 第三次还有极大的信心出手 就是每一次想到丁雁宇航的时候他都来了 嗯 嗯 嗯 卡当斯找可兰四股都往内线掉了 这是一个错位的防守 对 哇 哎 余昌栋机会出来了 好球 余昌栋今年的三分可是有非常大的进步 对 还了一个 哇 山东队在这个防守上还是对外线的照顾是不到了 嗯 余昌栋今天已经是俩三分球了 嗯 莫泰没发挥出他的水平了 有点急今天 嗯 嗯 然后是进来抛头没有 新疆队再一次抢到前场篮板 今天新疆队前场篮板真厉害 对 余昌栋漂亮 虽说是慢啊 但是第一下发重心把莫泰甩过去之后 这突破很坚决 十分烂你看没有 嗯 速冰速到 没有前抢 没有没有吹上 没有吹上 老森直接撑完下 哇 今天动作都够大的呀 对 造成了里根的犯规 还是要控制一下 容易造成伤病啊这个 对 其实第一下呢 因为主场球迷不满意的是什么 第一下 不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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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刚才那个球 但是这个球有可能被吹尾体啊 嗯 看 就是如果裁判认定他是冲球去的 不会 嗯 普通犯规 对 但是山东队会有意见 对 觉得你这个动作啊 你真防球啊 就不能防空阵啊 嗯 刚才呢 是这个倒地铺就这一下 主场球迷认为山东队犯规了 嗯 所以这一来一去呢 就是犯规容易升级 对 其实已经升级了 因为刚才里边对劳森这个犯规动作 相对来说大一些了 好 好 劳森是两罚全中 来我们现在 请枪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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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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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第二下没使用 所以自己抢到篮板 先判着犯规再先 先判犯规 这个球不算 丁雅宇航和里根两个人的这个对抗 得是多大的一个冲击力 因为小丁呢 在身高上有点优势 对 里根在这个哦 判着丁雅宇航的犯规 你看啊 这一下 嗯 我判着这个犯规是他的犯规 有可能 这是篮板球犯规 这个球推的有点啊 看不明白 他不是往上冲 往上去抢球吗 嗯 转的不错 徐长宗啊 这次抛头没进 基地给他一下 嗯 小心 小心脚 要三秒了 这时候裁判就盯着他的一个中手脚 哦 犯规了 这个现在啊 这个要控制双方的情绪啊 对 一定要跟这动作有点偏大 嗯 今天的新疆队呢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这没错 嗯 但是因为他时刻有压力啊 这个球确实已经先犯规了 对 所以新疆新疆那个紧张程度超过了山东队 那山东队可能不一定适应这样的对抗 所以为什么要由莫泰他们那个心态要沉下来呢 嗯 按你的战术来打 啊 投三根了 正面西疆队里边防守有一个小树 有了 两个球员跟着莫泰走了 中间正好露出一大片空灯 劳森今天才出手第三个三分球 嗯 哎劳森那个是上手的这个动作 今天啊你看这个两边外圆都有点招 都有点都有点 都有点上头 哦 国内球员呢我觉得相对淡定 哎 其实啊这个这个起头就是莫泰那边 就觉得就是没吹的多 所以他呢 上来有点气 对 莫泰是立陶宛人 立陶宛人那个波罗地海那边人都是 嗯 就是很那个就是有脾气那种 对啊 哎 就是亚当斯篮板球被可兰拿到 给出来看里根 急停中距离 哎呦 好球 你看又是可兰的篮板球 这个这个这个板丢的啊 可就是山东队的问题了 这个板丢的真是不应该 新疆队真是啊 今天14个篮板球 啊19个篮板球 20个篮板球对14个篮板球 这是内线人手不够的情况下 对山东队打出来 山东队必须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好好地总结一下这个问题 嗯 就10分钟时间 你强调什么东西 就强调这了 怎么会丢那么多篮板 哇 这个可兰正如他赛前采访的时候说的那样 我们今天一定要抢好每一个篮板球 这样才能够就是有机会去赢对方 对于山东来说的 连续让对方抢到前掌篮板球啊 这个是比较商势期的 他现在内线是一个正常的组合啊 陶患林家 莫特尤纳斯啊 都是能抢的人 对这篮板球应该是可以的啊 说是白了 这个篮球场上篮板球指认那些 保持专注度的人 对 有时候他就往你怀里头蹦 你看刚才俩全是可兰 三号位球员 对啊 我就说他赛前接受月子采访说的真是实话 大实话 嗯 这也是这么做的 三个人叠在一起了 篮下都空了 滴滴给篮下 好球 孙冬林 莫特被他哄命了 对 没有 又是11分 这等于这一截打一平手 但是打一平手对山东可不利 对因为你是双外援的 对 左手上来漂亮 因为你是双外援的 这等于说你如果这一截还是平手的话 等于第三截就一截时间是你的人员优胜 对吧 打到第四截呢 这个 要是说拼卖员的话 亚当斯这边 其实经验还是很丰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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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这个高富帅叫啥来着 好久没说MBA了 帕森斯 对 当年帕森斯在火箭里满场悲愤 满世界都是红色25号 今天满世界都是白色13号 嗯 这帕森斯也是快吸了 嗯 虽然 虽然45度切入 偷头好球 哎今天虽然的这个进攻成功率挺高啊 7分啊 走 高委双眼后 亚当斯 一步就过掉了 这么轻松进来了 连过俩 今天亚当斯啊 这个虽然有几三分不准的 他是七中一 但是整体的火候把握还是不错 莫泰觉得打印象差 对 哎这球行了 你这说呢 他这个防守 刚才这个一步让人过不应该 亚当斯 掉篮下 哎呦犯规了 没吹啊 没吹 里根 再转出来阿布图沙拉木 还没吹 鱼长斗这球被盖掉了 篮下 阿布图 再补 阿布图的篮板真是厉害 哎 哎 这个上半场比赛我觉得啊 我觉得裁判员的 咱不能说谁骗谁 但是他的尺度把握不好 嗯 刚才呢新疆队阵级进攻攻山东那边也是 嗯 双方啊 抢位的时候这小的动作比较多 手上弄的比较多 你过来之后呢 这个新疆防山东那五 你觉得这么好这么防径啊 那我就下手呗 容易造成升级 对容易造成升级 所以 就是说有些球 你比如说刚才那个抢完篮板 啪撞出去 他也不吹了 对 两头就是我觉得整个标准啊 不是特别统一 对 对 声能队呢再次换人准备换上张春军 另外呢这节比赛还有最后的23.6秒 这个上张春军应该是出于外线防守的考虑吧 我们最后在上半场结束之前再来盘点一下双方篮本球数 嗯 23新疆队16 依然是保持的比较大的优势 对 啊 在三分球上 新疆队呢 是 投的多 但是进了6啊 16 18中6 呃 山东队他头那边呢 他主打内线 九中四 对 总体而言呢 我觉得效率上啊 就是尤其是二次进攻的效率上 山东队相比也差一点 嗯 但是小丁现在还是比较稳定的在发挥了 我觉得还没有真正开启丁神模式 最后的23秒看新疆队上半场结束前的这一轮进攻 嗯 我觉得啊 亚当斯单打 嗯 他肯定也布置了 刚才我听到叫了可兰几下 可能是 也会有几个争取有二次进攻机会的 他肯定是想压时间 然后不给你任何的 是吧 对 不给你任何的多余时间给你 这个24秒表可以关掉了 达西哥上半场比赛犯规太多 嗯 所以自己可能呆得有点着急了都 嗯 20秒钟 正面的是亚当斯在持球 虽然 虽然 他是要凸的 这个球 嗯 10秒 啊 直接扔 啊你看他 篮板又被新疆队拿倒了 他布置克兰去抢这个篮板球的 哎 最后两秒 给出来 克兰 没有了 没有了 可惜了 好那这样 各位网友欢迎回到新疆和山东比赛的下半场 今天呢是我和苏群老师以及嘉一一块陪大家看这场比赛 上半场比赛呢 新疆队是53比48 暂时领先着5分 山东比 嗯 要减少失误啊 上半场12次 哎 第三节一上来呢 新疆队里边希尔丽江重新回到场上 大西哥第二节能看出来憋得有点够呛啊 因为第一节犯规太多了 现在是深背三次犯规 希尔丽江呢 现在的三次哈 嗯 犯规同样三次的 还有马可兰啊 可兰 可兰 可兰呢 这段时间下场休息 看新疆队篮板球 会不会 哇空了 什么防球 这是 突然都 没人补过来 突然就愣在那了 对啊 郁长东今天是已经得了12分了 对 其中有两个三分球 嗯 下半场这个新疆队首发这边就有了 阿布图沙拉木 嗯 他是作为相当于在双万元阶段他主打的 所以第一节没有让他怎么打 虽然基地传球出现了失误 我就说这种失误不应该啊 看这边新疆队反击 希尔丽江 好好球 又到9分了 这两个开头啊 山东队打的不好 嗯 还是主打地位从 莫泰尤纳斯这儿开打 今天虞长东啊 咱们看见他得分不少 那其实啊 低位防这个莫泰尤纳斯防的也不错 嗯 这球虽然是打进了 但是上面上绝大多数的时间 低位防莫泰尤纳斯 虞长东防的挺好 他这边挡个主要是用来侧应应的 中间空切 虞长东 哎呦 篮板球又被新疆队拿到了 昨天阿布杀拉姆就是他这个铲长板的高手 哎 阿布杀拉姆 重新过渡 好球 然后外线没投 突破 造犯规 哇 劳森那个犯规做成了一点 没啥啊 看一下啊 劳森 劳森 第三次啊应该是 对 对 对 阿布呢参加完这个世界杯的预选赛啊 嗯 韩国球迷在他们社交媒体上就问 因为之前好像没怎么见过 嗯 中国对这个波尔金基斯是谁 嗯 长得确实像 而且呢咱们一般人对这个 2米20和2米2米10的身高区别啊 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 现场干太高了啊 哈哈 2米10和2米20站你面前 对 都是比你高很多嘛 他们没有问这个 是不是他们韩国出场的 呵呵 那没有 没有啊 就问哎 这中国对这个波尔金基斯太厉害 嗯 尔莱拉协防 哎 东家攻击 好球 这个是阿布过来协防以后 卸入的虽染 嗯 提到了传球 那么这两个球 莫泰那就起到作用了 对 看新疆下一步会有什么变化 喔 亞当斯 哎呦呦呦呦呦呦 亚当斯 呀 其实刚才是很友好 把自己的队友亚当斯 还有自己的对手 虽然都拉起来 好 亚当斯的加伐命中 小地位 莫泰 下击来了 莫泰往底线转身 很漂亮 两分算 不算吗 这个球怎么了 有问题吗 裁判刚才第一个手势是不算 为什么呢 然后第二个手势是先犯规吧 应该 为什么不算呢 应该是先犯规吧 两分算 算了 罚一球 然后第一个手势这个是 什么意思 有吗 是吧 我说的这个裁判之间可能也要沟通好一下 把莫泰给看的 二加一 二加一 这个应该是个正常的 你看 连贯动作呀 很聪明 一看加击从上线来呢 往底线转 哦 是 他也是有这么一个动作 对吧 先说不算 然后再说算 莫泰这个点呢 可能会让李秋平知道有所动作 就是调整防守了 哎 连着 拿了四分 4分加1权球 嗯 穿 又又 永阳斯运缴搟上了 林秋 IP íme 25 三分线外 蓝板又被新疆队拿到 就是阿布点的 哎呦 这怕进攻犯规 他在走啊 正好点在那脸上 对 我稀热反应小一点 稀热反应小一点 稀热会被推剃的 稀热就是脾气比较大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 千万别反应过度 对对对对 吹了一个进攻犯规 有个慢镜头给我们吗 哦 虽然 打虽然脸上了 虽然脸上了 打牙上了 鼻鼓的事 看 哎呦 是 打下巴上 正好是这个这个下和尚 确实从这个角度看的更轻固了 还吸着这个脾气比较火爆 就是一个犯规了 他着急啊 你看第二节就憋够呛了 我觉得这趴第三节上来四个犯规 还可以再放近一点啊 比如说MBA呢 他就这样 他放一个 就是看一下是否有围体的现象 对 然后我就翻慢动作 一遍一遍 各个角度一放 就是大家看明白 哦 给了稀热一个技术犯规 肯定要给T 因为他不服 呃 吹拔 感应过度 哦 小丁的罚球没有罚中 小丁现在11分还不是还没有开启他的模式 哎 来 请向队 吹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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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人防不了这个球 断了 新疆队我觉得 需要一个暂停啊 暂停了 这球呢 劳森 快功打进之后 新疆队请求暂停 新疆队其实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在于 刚才内线 嗯 防这个大特 没有防好 对 然后引起了一系列的情况 都因为他们 防不好 就会有这个 山东队会有很多的进攻机会 然后有篮板球机会 然后才有这种肢体冲作 就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延串反应 山东队正在启示 好 这段时间呢 确实在第一位啊 莫特尤纳斯这边的威胁比较大 而且新疆队呢 自己也是出现了失误 那苏尔您觉得就是新疆队这边 现在有什么调整的余地 因为它就是实际上 现在发生这一段 是大家原来预料的时候觉得 新疆队跟山东队的人员上 差别造成的 就是你的内线会缺一个大外援 那么你从头到尾都是用的 国内球员去防它 其实虽然前面防得非常好 但是人墨泰毕竟是MBA球员呢 所以刚才那连续几个球 在内线站住了打出来了 其实早就应该斩平 就是别再冲突起来之前 就应该斩平 就是打两个就暂停了 你冲突一起来 其实把希瑞罚下去以后 你上面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有热情的那个点 那么这样呢 导致他在刚才那个球 又没有防号 啪呀打一反击 关键根源在大个儿那 希瑞呢 这个要控制一下自己的动作 因为毕竟四个犯规了 给出来 于长栋 好球 于长栋 暂停回来 新疆队第一次进攻 很简单 通过一个党差践 外线找到机会 我不是第一次见到于长栋 这么发挥了 我记得第一场球 他就拿了17还是20分 这个当时就把我惊呆了 对 因为他以前是个纯篮领啊 就是个抢篮板球的 现在他的进攻上 他的这个发挥 尤其是三分球的表现 让人很惊讶 但是啊 要要注意 就是你莫泰这个问题啊 防守端还是没解决 对对 过来之后 人家很轻松 滑了一两分 哎 犯规 山东瑞的启示 被这一次暂停 跟一次三分球给打断了 对 这是一个错位防守 大家对于是否是投篮犯规 有争议 亚当斯的罚球 亚当斯第一罚命中 新疆队呢 还是领先着六分 回来看看 圈中队啊 是不是继续要攻 继续攻莫泰这一点 哇 包夹 对 外线 变云航的三分球 那球不中 哇 镜头都差点跟不上了 太快了 真是快 呜 莫泰这个回追啊 应该说也很努力了 对 来了 漂亮 呦 呦 他就是个儿小 他就是个儿小 你知道吧 那么 哎 这个劳森的犯规四次了 对 所以实际上 现在对山东来讲啊 并不是特别有利 嗯 比赛才打了七分钟 他们已经到了 全队的犯规数 对 今天这场比赛呢 说实话 对双方啊 都是重消耗 对 呃 接下来我觉得可能重心会落到丁建宇航那儿去了 嗯 哎 怎么呢 怎么呢 克兰 这俩新疆人 好球 这球给他漂亮 二加一 这走神了 大家再看这边怎么发生什么事 可兰啊 可兰啊 今天是满场飞奔 对 至于空切和抢篮板球 所以 就这个体能上可能是消耗的比较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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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加了一站同吗 是的 是的 劳生五次犯规了 我说我要少算一次 新疆队呢 现在是领先着十分 这节比赛 亚当斯已经是拿到7分了 投篮是三投两中 对 就是真正的核心后卫 在场上主打了比赛 那么劳森呢 犯规多 身高差一点 现在提前 变成了单外援队单外援了 而且呢 如果劳森现在换下去的话 意味着他这边场上是个 这个大个外援 这要看定验宇航 重新变成外援 今天整体的比赛呢 小京人这边打的都是比较的隐忍啊 哇 孙东霖的罚球 加罚一个 加罚民众 哇 劳森不下 啊 一直往下打了 五番不下 那这个新疆他肯定也会攻他这个点呢 嗯 还是这个战术棋 我觉得啊 这个山东队的进攻战术太单一了 嗯 什么球都是从那开始 虽然三分球 对吧 你说呢 啊 什么球都是从那开始啊 篮板 却定一个缺啊 双眼过 还让劳森攻 劳森这么 好球 哦 虽然这一球给的很巧啊 一个基地 不是说嘛 一场球两三分两三个篮板两三个助攻 今儿可不止两三分啊 我就说他这个全全面了 对 提香队 提香队 黑虎 黑虎 没换下劳森 哎 那你这个第四节准备怎么打呢 我在琢磨这个问题啊 你说呢 第四节 如果说你不换下劳森 这意味着 劳森第四节一开始你啊 修训吧 然后你让莫泰一人打 打满啊 不可能啊 嗯 你不给 不给莫泰省点力气的吗 平常这是一个 是什么 表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 看样子应该是时间上有问题了 对 看下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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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找一下 这个队员啊 这时候应该上两个保安啊 应该就是按规矩啊 当裁判 来 刚才这球是 挑战了 啊 挑战可是他没做笔吗 动作呀 挑战可以来看 他没让他看的话就不是挑战 知道吗 他没让他看这不是挑战 刚才是做了一个挑战的动作 他也只是说可能说你让我挑战还是怎么的 反正 我看他看犯规数还是什么呀 可能是不是对哪个犯规数提出意义啊 比如说啊 打一比方说是否对劳森的犯规数提出意义啊 嗯 这个是在看那个 看时间呢 应该是看孙同龄的这次2加1的犯规 因为在孙同龄2加1的犯规之后呢 才这个打出的劳森5次犯规的这个数据 对吧 对 因为我都纳闷 我记得他没有那么多 嗯 但是你要是5次的话 对山东队的影响 但是战略影响就太大了 对 就看谁犯规是吧 是不是记错人了 是吧 这个时候裁判看犯规的时候 看录像的时候 所有人全都走开 应该有两个保安啊 在旁边这有规矩的 对球啊 你看你看你看摸了一下 你看 是谁 但是劳森也在附近 对 劳森在旁边 要是推劳森呢 这也没辙 从手推的动作看不是他 嗯 推是虽然推的 嗯 来看一下啊 啊 这时候需要记录代表 出来 你看刚才那一次 嗯 哇 是老是 是老是没毛病啊 哇 这个 维持原判啊 还是5次 午饭 那这个山东队 我说纳闷 他就敢把他放在场上呢 对 嗯 这时候就玩完了 他还要防 哎 可兰那边 传球失误了 出现了 这时候其实啊 新疆队有 嗯 9分的领先优势 然后 按计划 按这个低节那个状态 打就快了 嗯 嗯 山东队一定要考虑一下 是劳森的防守力度的 哦 叶宇航 被传给莫泰 被传转移 速度太慢 叶宇航都出来好球 哦 难度很大 吸热已经防到脸上了 还是错位防 这是他在前致敬的那个方法 你放进去了 里头有莫泰 你莫泰怎么了 没动 他是怕犯规是吧 但是这么防满心呢 这站装饰防守 肯定不行的 人家后背进来 外线球员进来 那可是 可以玩欧珠布的呀 对 回出来 第一位 陶汉林 收缩 全收缩 啊 这也是刚才那个莫泰的战术 哇 莫泰第一脚的三分球命中 这间比赛 莫泰是可得不少分了 嗯 两边正好在这一截打的20平 对 哦 突然很突然 就看了新同名的一个全队队犯规 两队队犯规 啊 这样新疆队看几次了啊 他们底下还没有到那个全队犯规数 嗯 这是一场考验双方教练智慧的比赛 对 那 在跟教练在沟通到底该怎么弄 好球 好 您再给出来 电宇航 哇 哇 这难度有点高啊 玩时间差 对 转出来 劳森的三分球 没有 这是劳森的三分 真比你频发呀 这个第三分球 怎么了 方才 他主要有问题 是要换人吗 他 他要 他觉得不对要换人 所以主动做了一个犯规 谁躺了 语 语 又是脚脖子 对 这个真是啊 因为之前他受过伤着了嘛 这个脚脖子 都没看见哪是受伤了 最后 那主动有一个犯规 这已经是伤完了的 伤完之后 你看 看一看 落下来 落在自己人脚上 你看 正好踩在小丁的脚上 小丁的左脚上 刚才 跳回放的时候 应该是心热折两分啊 嗯 哦 那外线防 那个让李学霖来了 就李学霖今天第一次登场啊 对 哦 他的这个战术啊 你看 陈汉林执行的就是末叉的战术 哎呀 这横传球啊 我那李学霖来 第一次来支配球 他也没有 没 你看 没理他呀 李学霖站在 就成功了 这战术没打出来 啊 这个新疆队这一下 这段时间 就是最后的这个四分钟 让 要挑战 啊 你提出来了 嗯 两边教练过来了吗 这正好把我们这个画面给挡住 你觉得谁出去的 我觉得确实是孙童铭碰 看有没有更好的角度 这下 这下 哎 这下 看看看看 孙童铭的手指尖 有可能会认定是他碰得去的啊 嗯 我们只是从我们的角度看 好 好好好 就这样 投篮 弹一下 就这一下 哇 这太快了 这电光石火之间呀 你也很难判断 他这个主要用的帧数不一样 因为我们这里用的可能就是原有的动作的这个漫画 嗯 呃在MB那边现在已经实行的数字的这个就是高帧 啊 他可能达到60帧120帧这种 那就很细很细 回放 维持原判 嗯 那就挑战 嗯 失败 刚才还还真不是挑战 那新疆那边如果是挑战失败的话 要减一个暂停 小暂停 但是要看着记录台反过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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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笋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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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玩过度了 玩过度后面没劲了 哇 这笔水里哪都有他 这是防了熊 劳森 判了亚当斯 双方 都憋住了现在 是吧 都打不开 感觉一个胶着气啊 对 这个很关键 第三节最后三分钟 店与寒 哇 又难啊 追到四分了 宁愿一行第四个三分 七中四 脸上的杀气逐渐的浮现 亚当斯 狼本球被西尔利江拿到了 新疆今天啊 二次进攻的机会非常多 对 亚当斯大反而转移 劳森拿回来这球 啊 前 呃 是山洞球 对 砸到雷长洞的身上 他想打 打快 没给他球 那要换人还有 你跟 啊 踢一下 他 李学琳还是不能进常规轮换 因为有一个球啊 上来第一个球啊 他去给这个别人做掩护 没人去跟他配合 对 显然他不在战术当中 啊 这就是肯定是对进攻是不利的 可能下来呢 打得也不是很爽 对 上一下就下去了 好好临到篮下 篮板球被莫泰拿到 好球 篮下再打进 双方的分差是只有2分了 莫泰尤纳斯下半场还是打得非常不错 嗯 嗯 嗯 现在已经得了21分 进了7个球 西热 这有义长洞的掩护多出来 西热 带好投球啊 对 这房子很凶现在 哇 雅登斯贴地皮的一个突破抛头 哦 长团 哇 金了 哇 小丁也21了啊 刚才莫泰尼一传的速度也够快 对 这是大中锋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必须练会 嗯 这个时候考验新疆队啊 对 你一路领先 一路压分 然后让对方在第三年末尾追平了 这一个是篮本球 他现在看有多少优势 第二个就是外线的投篮还有没有 哇 这双方高架 太难了啊 不是很理智这时候投的 那一场找到劳森外线出手 要反超了 要反超了 新疆大人没有表示啊 接着打 嗯 那这一波进攻啊 雅登斯看看是不是能打得理智一些 对 哇 西热 西热这边也是接球热红 对 等于这一节打了29比24 好球 劳森 哇 这又要到第四节的节间休息了 这也不敢暂停 然后呢 大家都在迷惑当中的防守 山东队打出了一波12比0的高潮 对 雅登斯 9秒钟 还是包夹 包夹太不好传了 最后是这么个传球 里根的突破造成了丁燕宇航的犯规 雅登斯啊 这两次进攻有点耽误事 对 就是太勉强了 对 他可能在底角那个地方啊 也传不出来 因为身高受限制 当四个长胳膊挡在面前的时候 他也发失误 所以投了那么一个篮 看看里根的罚球 第一罚命中 第三节呢 还有最后的16.7秒 山东队这边呢 还有最后一头的机会 好 里根两罚全中 16.7秒 那山东队请上暂停 复制最后一攻 是上换人 上张庆鹏 增加一个外线的攻击点 这场比赛无论输赢了啊 这个虽然的伤对山东队还是有打击的 嗯 外线的防守非常重要 对 这怎么做啊 那他打了最后一攻 一定要上来人 大致出来言语一下 哇 吸热 第1了 最后4秒 被趴了一犯规 如果是吸热的话呢 那吸热现在也5次了 嗯 他那一犯规的话 这个球还没有罚球的 没有到罚球 哇 吸热现在是午饭 嗯 看上去他还有可篮的 对 可篮上来之后呢 其实 篮板球作用更大一些 对 这只有3秒的一个配合啊 对 边线发球 底线劳森都出来 外线直接投 没有 没了 那这个就是裁判呢 对最后一下抢篮板就不吹了 对 那这样的第三节过后 山东队反超比分 82比79分 两个篮板三次助攻 劳森啊犯规赌 对 犯规 嗯 新疆队现在急需要 开发就是新的得分点 嗯 一个是亚当斯进入了休息期 他们用了全滑板 对 第二 即至上来 山东队也对他有了一个 很强的防守措施 哇 新疆队第三 第四节一上来啊 是全滑板的 而且外线的这个 防守压力非常大 对 所以他这时候 他想的办法是用李学林 哎 李学林呢 因为在北京守刚的时候 他也是以防守见长的 专门盯对方的这个箭头人物 因为他个小 对 速度非常快 那但是你要是被这个对手 逮着一对一投篮的机会 那李学林就没知道了 哦 莫泰 三分球 平常有大反击 那你看这个山东队还是有点慢啊 推方 雪林这边呢 他是他来 场上的一个防守点 他来支配球 看先打一个战是吧 哦 就还是怎么了 哎 效果 什么情况这是 效果还不如吸热去支配球呢 对他 几次这个出现了这种情况 对 吸热一抛头单打命中了 这都不是战术 就是感觉雪林和新当队这个进攻战术啊 没在一起 不是非常的熟悉 我真看两次三次了 都是这样 这完了以后大家都很很很误会是到底要怎么样 那反正转移 哦哦 不小心 我 差点断了 这就是他的长度 还是这个山东队 但是啊只有六秒钟了 嗯 这也是山东队想利用那个时间 比如说你长毛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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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メ儿啊第四截 Siya得打一起 对 场上的防守如此之激烈 赶紧的五秒 他给莫蔡最后五秒钟 冠菜 反正又来讲给他漂亮 但是这个时间应该已经到了 哎呦 裁判应该是通过回看来判断一下 我刚才从咱这角度来看 应该是时间到 很悬啊 三个裁判先商量一下 船的时候其实已经快到时间了 要看了一下 出于负责任的态度 今天的主裁判是河北的汪梅 我们现在技术统计跟以前比 我觉得退步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裁判员的名字不在上 不算 先亮灯后扣进 前面莫泰里球传的是真漂亮 表演后 里根拖出来 外线的三分出手短了 王如虎给到另外一撮 偷下的陶汉林 这球制造了里根的犯规 两次长传快攻 山东队都奏效了 看一下陶汉林的罚球 第一罚不中 两罚一中 现在的山东队是领先的两分 西上正面 给一个 对 给到第一位 孙童林 对 另外一侧 其实啊 学灵不应该往里插 哇 人得分了 玩了一个传切 但是刚才新疆队力战术 学灵应该站45度 李学灵这个传切是一个即兴配合 哎 没错 诺太转身换成右手的勾手没有 啊 李学灵来了以后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他那推进也很快 误会了 二打一 我背传 哇 这球 啊 可是真是胆大呀 对 王主航这球可惜啊 你知道在这个行径间的这个背传 加上有对手的追访啊 对 其实是很危险的 这传的很到位 但是 真的是啊 就那一条缝给传过去了 嗯 王主航 第一阀民众 在那个亚当斯休息的这个差不多五分钟时间里头啊 嗯 新疆队也是要适应一下李学灵的进攻特点 哎呦 哎呀 可惜 孙中林把球碰出了底线 他有11分领先的时候心里的踏实动作 感触动作 各方面都有 你觉得这个时候谁都怕犯错误 张庆红在外套 哎 怎么 这球直接丢了 先打一 快攻 犯规 哦 这个有点没有明白啊 他应该是给 张庆鹏的吧 但是他这个方向传的不对啊 对 张庆鹏当时在这个右边的45度往外很远的位置 对 是可以传给他 但是传到这边来了 劲儿也没使够 张庆鹏合理跟这个碰撞了 那就是太吃飞了 哇 这山东队今天那个失误术啊 这个太到现在已经至少 这 没动吗 看着还是十二的 十二的 那就是他下面场第一次失误 你跟两伐纯住 两边呢 现在这个比分开始咬上了85比84 哎 这个是真的是很考验双方的 你别看大马圆的场 他不是小马圆的话 区别没那么大 嗯 外线 出口没有 篮板 最后呢 还是被学历拿到了 有点有点密集 这球能造成犯规已经不容易了 对 本来这边想造一个进攻犯规 嗯 其实完全王李宏可以在那做一个 造一个进攻犯规 但是要忍受那个 李根这个硕大的身躯啊 过来闯了一下 他都不得了 今天李根是拿了7分了 嗯 嗯 学历替亚当斯这段时间替的不错 嗯 就是他的节奏比比一开始快 对 嗯 这是他的特色 嗯 而且也加上了山东队这段时间 失误是比较多 所以给了新疆队很多反击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新疆队本身 你既然引进了李学龄啊 嗯 就要用 加上王子瑞现在本来也受伤了 嗯 还是确实要用 王子瑞跟 他要健康的时候 跟李学龄也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后卫 嗯 王子瑞是那种 相对风格比较细腻的 对 但是不会那么快速 而且有三根啊 看山东队怎么样提高了效率 对 好 正面的是李根在好手 这是小丁主动要求打了 这是 好球 大粉 转移 没找着啊 没找着底线的人 赵盛军中距离 没有 因为双方的中 就是半截篮都很少 出了 杨当斯上来 第一手给到篮下 漂亮 孙同林 新疆队呢 再一次确立了5分的领先优势 山东队 请求暂停 这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是吧 好 咱们这个暂停的一块来看一下 最佳三分 这是今天的最佳三分 第二阶的 第二阶 就是这个 就是那个 三加一 顶着两个人头的 对 好看一下 今天的最佳球员是给了新疆队的 亚当斯 呃 因为比赛啊 确实胜负很难说 谁还打呢 是给的 第四节打到第一次暂停领先 这支球队的得分最高的球员 对 不过确实他今天是作为新疆队的核心后卫啊 节奏控制啊 自己个人进攻 除了三分不准之外 对 都还是挺到位的 呃 最后迫使山东队啊 对他进行了双人包夹 也就是在对他包夹之后 新疆队的得分开始 减缓 并且被反超了 呃 这段时间呢 又重新啊 靠着李学龄在打一号位的时候 重新把那个 赤头给弄回来 对 今天要看那个外援钉了啊 新疆队重新获得了他的领先优势 inspirate 往上往 啊 变运行 正面呢 擋完之后 新疆队防守 全都是出小征这一点的 大队到篮下 哦 啊 您这球打得很硬啊 小心啊 别再 别人吹了 吹一个屁 형麦呢 一直在抱怨 看新疆在那边 你跟打 哇 他是传统的 是吧 有个外线 那边于长栋三分球 今天好像是于长栋丢的第一个三分球 本来大家也很欣赏他 看小丁 哇 新疆系统 里边新疆的防守中间 全在电影银行这边 失误了 转换进攻 你跟到篮下 这种机会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现在这个山东队的进攻出了问题 他们 在这段时间因为没有太劳森在场上 小丁那边呢 面临那种扩大式的联防 他也是想攻 但是一下子就是两个人上来 对他 他要找传球人 这时候传球的人 一个是无球队员要主动赢着去接球 第二个无球要多跑动 无球要相互之间要照应 等要不然球传不出来 今天呢里根这边运动站 只进了一个六投一中 除了一个三分球之外呢 这个得分全是来自于罚球 挺不容易 罚球七罚全中 每一次下跌都是身体一撞 直接给撞地上 对 对 这希望上来自于 sta 后面走 就这样 你就疼得能打 让他早上 支持 看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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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正俊对不起啊,这个是终于利用包夹丁燕宇航传出来一个机会,这个球就跟这个新疆队啊,第一个球呢,第一节,反归了,这个球不应该,这是假场了,这两个都能投三分,没事,不要互相埋怨了,这个场上出现问题的时候,因为还有七分半钟呢。 能找到亚当斯,对,这个板又是天上板,关键时刻啊,关键时刻,如果山东队篮板,这个篮板球不保护好的话,这个神有可能成为比赛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球,这是给到了篮下劳森的得分,双方的篮板球已经差了十个了, 新疆队篮板球是37个,对,山东队只有27个,原来还没这么大差距 三分的分差,看底脚里根,好巧啊,没有暂停了,没有暂停了 哎,二加一 二加一 回来这一下,是有点,他想骂我这球 对,余昌宗这个球有点不太划算 嗯,不过里根这个也是啊,几次冲击篮下造犯规,然后一个关键的三分球。 这也是他的特长啊,你还记得这个在长沙亚里面的时候,其实那支国家就是没有投手。 对,东芝亚手底下其实没有投手。 里根是投手。 劳森的今天是拿到了23分。 加发音命中。 今天劳森是受犯规限制的,他还是影响挺大的,你看这个防守。 漂亮。 他都不敢动了。 亚当斯擦板没有,篮板球被电玉航拿到,看这次山东伞机。 三打一。 给篮下,好球。 又又差不多,就差了一分了。 他刚才因为是劳森不敢去犯规,一个犯规就是六犯下。 这个新疆对待并没有刻意的去打这个东劳森那个点。 里根打电玉航。 哇,真是劲儿大呀。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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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森这个球给的非常非常到位。 对,川东队又反超了。 反超一分。 好球。 在篮下这个陶汉林和孙桐林啊,这俩人。 无球的时候,正在篮板球啊,这个确实也不太好判断。 我觉得今天,我是觉得今天这个比赛是挺不好吹啊。 双方都有比较大的这个意见。 对。 因为这比分咬得紧啊。 打球。 打球。 用张春春去贴身限制亚当斯。 必要的时候,两人包夹亚当斯。 对。 这是他们的一个策略。 挡拆以后,禀开留的原地。 还要吐这个俩人上去。 这个策略不太好。 这一下,宜常弄这球也有犯规的嫌疑,其实。 哇。 把球运到里根的怀里去。 打7-0。 哇,好球。 给贾成。 过顶的长船啊。 这太厉害了。 贾成啊。 一整场比赛可能进攻端没什么机会。 这球不进了。 我们在限制那个亚当斯,你看啊。 这个限制亚当斯在得分效率不高。 你看,都是很简单处理。 哎,给了一个。 那亚当斯这个三分球啊,就是。 每个球都有可能进。 所以就是,你看吧。 他也不会改变自己不三分的方式。 打成篮下。 然后,又是造成犯规了。 现在双方的这个犯规数现在危险了。 怎么样啊。 呃,7月里将5次。 然后,四次的是孙冬林。 这回可能是5次了。 没看在他身上吗? 看在他身上? 孙冬林,孙冬林5次。 然后,这边呢,犯规数到达5次的是贾成。 嗯,但是贾成现在他。 劳森。 对,劳森。 他也不在场上参与太多的防守。 嗯。 好,贾成的第一伐命中。 连得4分了。 今天4分半钟。 2伐1中。 现在的山东队是领先着2分。 看新疆队这边。 哇,这是。 这是亚当斯啊,要清醒清醒。 对,他派的张纯军一队一防啊。 张纯军高度上占有绝对优势。 对。 除非你挡拆,挡拆完了呢,他又是两个人。 要不延误,要不就是给你报价了。 提高位孙冬林测一球。 哎呀,这球。 现在亚当斯这个点。 新疆队如果不尽快解决开发另外一个点。 有可能现在会逐渐的转入掠视。 对。 你要说两分差距不算差距。 其实学理是带着点。 我觉得挺好。 就虽然说这个战术可能不太熟,但还挺好。 牛角之后,山东队形成高低位。 甲城往内线的突破,这球是造成了鱼长洞的犯规。 现在这个甲城呢,意外的一个惊喜点。 对。 对山东队来讲,可能所有的人都很累了。 但是甲城这儿突然间带着午饭。 连着得分。 他那个三分球投进之后,对于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刺激。 他在这个甲城今天啊,在前面,得分机会不多。 亚当中也有午饭。 亚当中前面三分球挺准的。 后来就有一个关键离境。 好,这次是两发全中。 这得于连得了六分才一人。 对。 新疆有没有可能说把学灵和亚当斯同时放的场? 嗯,他们没试过这样吧。 来了。 这出来,看里根,关键的三分球。 漂亮。 三分命中。 这是乐布朗金啊。 这个关键时刻真敢出手了。 他上一场也是得17分。 嗯。 现在竖来,但是他这个点是比较稳定的。 好,换。 让球给电宇航,电宇航凸。 冬竹拉杆,漂亮。 真厉害了。 打到这会儿就看球星了。 刚才这回合很欣慰的是啊,球星是这个本土球星的发挥。 动发挥的好。 来了。 两张四突起来。 这是什么? 没有吹。 对。 喘气少一人啊,防守少一人。 这是5打4的一球,来了,回来了。 没有续续抓这个机会。 撒三。 突分。 又是贾成。 又是贾成。 又有了。 哇,连得了8分。 贾成这是立了,奇功了算是。 这半路上杀出一个程晓晋。 这可是他们没想到的啊,贾成立了。 他用自己的外线得分能力。 又是个大个打4号位的。 新疆队呢,是请求了暂停。 我记得蒋成跟这个张冯军啊,都是在四川队打冠军的。 哈哈哈哈,他们才会练得比较久。 但是新疆队这边呢,确实在组织后卫这个位置上,就是。 其实有很多比赛之前看,就成业亚当斯,白亚当斯。 对。 他在关键时刻,选择自己攻还是组织球队的时候。 确实会出现偏差。 我就觉得,就是你看啊,新疆队拿过冠军吧。 但是这两年,这几年,他们有一个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就是他们的命运一直捏在老外手里。 你没发现这辽宁队的命运,他不捏在老外手里。 他有郭艾伦啊,有赵继伟啊那些人,大韩。 山东队啊,他出了一个定业宇航。 易建连那边,他一直是广东队的标志人物。 对。 就是这个新疆队,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个球命运都是捏在这个小后卫手里。 要不就大后卫,大老外手里。 你看现在那个布拉切,一闹那个就是腿伤,整个全面陷入被动。 然后呢,亚当斯那边点被掐死了以后,很难有另外一个人站出来,成为一个核心后卫,支配球。 然后能够关键时刻,能杀下篮下,能拿分的。 今天也是搭上的,王子瑞受伤。 也受伤。 但你要让王子瑞打这个球,我估计难。 王子瑞搭亚当斯,至少新疆队之前用过。 对。 我估计他也不敢让那个李雪林上来打这球。 王子瑞搭亚当斯给篮下,漂亮,空中接力。 王子瑞搭亚当斯,确实要改变那种,就是原来都有亚当斯扔三分的一个情况。 无球队员和他之间有要有这种远线。 看,丁百元受包夹了。 给篮下,又传球,又漂亮。 这回是陶汉林。 丁岳宇航打球,现在越来越成熟。 但是在丁岳宇航已经被包夹了情况下,其实另外几个点的选择是很有询问的。 陶汉林靠近篮下,就不应该让他这么轻易地传到篮下。 丁岳宇航现在也是五个助攻。 丁岳宇航把球在手冲了。 丁岳宇航,终东林。 丁岳宇航,这球全穿得不好。 最后3秒,被切掉了。 山东队反击。 反规。 丁岳宇航,这球下来之后是被亚当斯碰出了界外。 应该是警告一次 下次再碰就继续犯规 现在这个山东队那边的 这个新疆队那边的 就是战术点 他单一陷入困顿了 刚才暂停的也是布置了 要多给别的点传球 对 打一些别的点 不要老把一个点纠缠在那边 亚当斯那边 张成军第一罚命中 两分钟 有点拉开 逐渐的在控制这个主动拳 对 从四川回来的两个 今天成了第四节的 这个奇兵点 一个是防亚当斯 一个是成为进攻的第五点 这次进攻啊 看亚当斯有可能打无球了 吸热控球 但吸热停球的位置不好 对他这个现在这个 还是要个人能力啊 李根硬打小丁造犯规 对要个人能力 小丁四半了应该 对 李根在第四节确实体现出了一个大腿的特质 对 他就是没办法了 他是有一人作战能力 不行我就罚球 但是现在呢 我是觉得你刚才的建议 说关于李学龄那个呢 是可以考虑的一个点 为什么 他现在需要加快精进节奏 节奏不好 要争取时间 对 你不能老是半场 落在阵地 然后让人家两个人上来防你一个人 两罚群众 李根今天罚球非常稳定 九分了 新疆队全场防守 注意别犯规 对 别一犯就是围体这种 传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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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解决了暂时的危机 但是剩10秒钟了 劳森错位 前面于昌洞防 劳森进来之后没有犯规 蓝板球山东队拿到 最后三秒钟要投了 差点啊 蓝板球被山东队拿到 没吹都不飞了 对 哇 真走 征球 第四节是谁发的球啊 想不起来了 看财犯说谁的球就是谁的球 第四节山东发的球 第一节中下来是新疆球 你看你看这固扬新疆了 我晓菁刚才那球真是够吓人的 对 来了啊 10分10秒钟 亚当森 这回球到他呢 看 李长东出来里根 勒布朗根 3分 漂亮 3加1 哇 看谁倒地了啊 哇 太硬了 这 这确实有点勒布朗根了 谁倒地了 别受伤了 贾成 贾成 那贾成 六贩是肯定的 肯定的 对 但是刚才会没有受伤啊 打脸上了 还是怎么着 看看 打脸上应该 看看什么情况啊 我们要看下半径 太远了 刚才远端 牙还是鼻子 今天那个比赛啊 你跟这个真是真是敢出手啊 11分 他就是说李东落地的时候 打他脸上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啊 起来 哇 但是这个球你不能赖里根落地啊 嗯 你本身 在原住体内啊 对 你本身这个已经影响了里根落地 这里看比较好看啊 对 你看这个腰这个动作其实很危险 对 这个贾成是侵占原住体了 对 这个腰 里根在起跳过程中 你落地正好落你腰上 贾成 六贩离场 也是今天山东队就是重新获取主动权的一个攻击 对 这一截是吧 对 八分 两个犯规 单截八分 嗯 你跟 单截十七分 是单截吗 单截单截 第四截得了十七分 三分球四中三 罚球八罚全中 厉害吧 第四截之王 嗯 看里根的第九次罚球九罚全中 哦 23分 新疆队追到只差一分 第四截还有最后的一分零五秒 这比赛考验双方本土的球星 真是考验本土球星 因为亚当斯这点啊 现在已经教练也不让他这么一个人就是拿起来就扔了 所以刚才是让他干脆落到弱侧去打一个无球了 所以好看的CBA比赛呢 就是那样 就是我们国内的球星 扛起这个大棋 然后国内的角色球员 不是站那儿看 这个今天比赛是典型的 比赛呢 还有最后的一分钟 两边只相差一分 看一下 这是刚才亚当斯给于长洞传的空中接力 就是他们实际上就是后来亚当斯在听着教练的要求以后呢 就开始传球了 对 这个球是于长洞转移的 刚才里根还是很有信心啊 其实空间不大 跟队友招手要求拔起来就投 担结18分 我觉得这场比赛啊 真的就是有资格去争夺联赛到目前为止 最佳比赛 有可能啊 但是前面还有很多轮友这个打得很精彩的比赛 丁宇航今天拿到了23分 6个篮板5次助攻 最后的1分05秒 双方只相差1分 我们一起来跟新疆的相同新疆队 新疆队 看最后1分钟啊 嗯 飞虎 手发给电影行 高家 哎呦 失误了 哇 这个真是啊 这个失误太快了 这个给的 这个暂停啊 价值对新疆队太大了 对 新疆队 飞虎 新疆队看看这一次进攻 然而双方各有机会 对 过去1分钟里新疆队是打了一个6比0的高潮 陈东霖给空切到篮下 亚当斯犯规 劳森也6半了 劳森出局了 最后新疆队刚好是打到了山东队 2名5贩的球员的身上 你看啊 这个李秋平那里暂停所布置的攻击 一个是防守 然后突然对你持球的球星 高家 然后你接球的人没有准备 然后到那边呢 攻的时候 很有针对性的打理劳森 可能前面都没有那么狠的打理 就这一下 对 亚当斯今天是拿到了30分 罚球线上的是13罚12中 这个说白 我这边李秋平的水平确实高 确实高 这场球打到现在我们说难分胜负 但是就他几次转化危机情况 是吧 两次转化危机 对 但是啊 第四节最后的一分钟 劳森下就得上莫泰 莫泰在低位的这个进攻也是新疆队在之前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 就是他下半场开始打出来过 对 一段时间 好 亚当斯的第一次罚球命中 劳森在NBA也不是很容易被罚下去 对 两罚全中 现在的新疆队是反超了一分 我觉得过有一次机会至少 嗯 山东队可能还会有两次机会 按时间来看 对 不要失误 这边 王儒恒把球控制住 不要失误 丢了新疆队 就这个 关键的抢断 哇 那么现在呢 过有一次机会 而且对山东略略不利 对 如果这一波新疆队进两分的话 他们是去追平的那一攻 是 如果是进三分的话 比赛 很有可能输了 他的控制时间 对 孙东林转出来 又是里根 哎呦 又穿篮板球 为新疆队拿到了 哎呦 犯规呢 找球犯规 对 犯规 这个不会吹那个什么的 就是普通犯规 哇 一整场比赛 新疆队的篮板球 其实都是他们 一个主旋律啊 对 这球最后拿着来 先不要 这个着急庆祝啊 因为这个比赛呢 是两罚 嗯 两罚以后你领先三分 山东队还有十秒钟打 对 是吧 没到庆祝的时候 山东队也不要被眼前的景象所迷惑 说啊 他们赢了 没有的 好 亚当斯的第一罚命中 需要暂停了 山东只有这一次暂停 会不会有一个加时 因为小丁在这个赛季 也曾经有过绝杀的表现 对 两罚全中 最后的11.4秒 山东队请求暂停 两边只相差三分 劳森不在了 对 丁燕宇航肯定要拿球 新疆队肯定要 要想办法尽量的去包夹或协防 让他延误他的时间 出手之间 对 不给他好角度 那么丁燕宇航今天已经五四只公里 一样 很穷 看谁接这个球 在新疆地那儿曾经有一个甲城站出来完成了这个使命 对 山东队有谁 现在不知道啊 我们要看看山东队今天图三分的几个人 对 新疆宇航是九中四 然后张春军二中零 甲城已经阀出去了 劳森也阀出去了六中三 那就是没有别人是传统的投手 对 之前的张辉今天没有上 没上 我们觉得这个球啊 这个 咱们得看看最后这个11秒钟 山东队这边凯撒教练啊 怎么来布置这个最后一攻的战术 凯撒今天啊 我是觉得战术第一单调 就是打了太多的 五号位发起从低位 对 打了太多的这个球 这导致这个进攻节奏没有控制在他们手里 反正 这个国际蓝联 现在这个苏尔所说的新追责 这个意思来说啊 追三分球的可能性 比打快速两分可能性更大 对 然后呢 就看他一个三分球 他不可以 以前我可以先半个月 对 我就让你 把两球 然后我拿球权是吧 有的教练会采取这方法 现在啊 不大好运动 所以还是防为主 山东队这边呢 是张春军在边线发球 大个发球 莫泰出来接球 叫小定 找电宇航 包家 从三分 墙头 哎呦 莫乔 再来 哦 新疆对球 这球新疆赢了 赢了 以若胜强 少一个外援 这场球真的是啊 我觉得 好 有很多反思的地方 那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新疆队是114 比111 三分的优势 在主场 击败了山东队 哇 小猪 那希望 什么 我 不是 一个 我 的 Cred just like the 80s Cred Blof